大家好,欢迎来到聊台球 我们会持续推出精彩球局的干法解析 并会在视频中进行相对应的台球教训 本期给大家带来的经典赛事 是2018年的世锦赛 八强争夺战 西金斯对阵小司机 利索夫斯基 在这场比赛中呢 西金斯打出了单杆146分 并且在这场比赛结束的时候 整体的比分是13比1 这个比分全数非常大 在整个世锦赛的历史上呢 只有四次 前三个人呢 分别是戴维斯 帕罗特和戴尔 然后西金斯呢 是第四个打出如此悬殊比分的人 西金斯对母球的控制呢 可以说是举世闻名的 大家在看西金斯的比赛的时候呢 建议多看看他的思路和干法的配合 多去体会一下 打个比方 像特鲁姆普那种呢 带给大家观看的是一种 激情的体验 而西金斯这种呢 就需要大家慢慢的 细细的去品味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场精彩的三世 中高干的四灯 中高干推上去 这就是对自己控球 对线路这些完全 胸有成竹的表现 否则的话就会 刚才那颗球呢 就会走高干的两库 就稳得多 这就是 对于线路 精准的拿捏 中高干先解决右边的红球 高干推 这种呢 把推出来的感觉呢 就是说让他那个白球啊 更会往下一点 与黑球的角度就没有那么大 中低干的左赛 中干轻轻推下 刚才那个中低干 左赛的力呢 小了一点 不过这一干呢 一个高干 顺势就可以带一下红球队了 这个力不需要很大 弱点非常好 两边中弹都有 小低干回来 中低干推上去 这种中低干推 大家一定要多练习 在以往的视频中呢 我给大家强调过很多次很多次 中低干推 黑球 叫红球 一定要多练习 一定要多练习 因为多一点点 少一点点 那个高度啊 它的效果完全不一样 你掌握好了之后 可以多打很多套黑球的 黑球又是一个反角 小低干叫红球的中带 这个角度呢 留得比较大 带了一些左赛过去 从低干推过来 这个角度呢 就比刚才那个黑球的角度 舒服多了 中低干的优赛 先解决边控 这是完全按照117的去打了 但是这颗球的话 如果是用白球 两扣把红球踢出来 踢不好的话 有本球下面的球打 是不是选择会更好一点呢 真准 真准 一小了小了小了一点点啊 就差那么一点点啊 刚才低一点 力再大一点点 就刚刚好 现在已经完全放松了 放开了 准备自然就上来了 选手们在比赛的时候呢 就是心态的问题 为什么超分以后 什么好球都能打出来 很多炫酷的球都开始嗅 就很过瘾 就是因为完全放开了 关于这一点呢 相信很多爱好者都深有体会 打个比方说 你平时跟朋友打着玩的时候 或者自己练球的时候 感觉状态很好 哇 我今天好厉害 然后呢 有哪个俱乐部 要打比赛了 你去报名 结果一打呢 明明不如你的对手 你还打不过 输得很憋屈 状态完全发挥不出来 这是为什么呢 心态 就是心态 紧张 在这里呢 告诉大家一些小方法 克服这些紧张的情绪 第一呢 你可以 搅口相膛 这是一种方式 还有呢 你可以先深呼吸几次 深呼吸之后呢 用你的舌头 轻轻顶住你的上额 这样也可以缓解你的情绪 我们来看看这一颗 这个第一干的位置 真的是太牛了 如果有朋友喜欢我们的视频呢 请记得关注聊太球 我们的视频中呢 经常有一些随机的教学内容 大家可以去翻看一下 我们以前发过的视频 大家有什么想看的内容 也可以告诉我们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比如说你要去找个很老很老的视频 那个清晰度不够 肯定是不行的 比如说条件允许 我们都会尽量去满足大家的要求 还有一点呢 就是只要与台球 沾边的 不管任何内容 只要你们不明白的 都可以给我们留言 我们有时间都会一一的回答 另外呢 不要忘记评论和点赞 你们的支持 才会让我们更有动力 做出更精彩的视频 本期的视频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2018 absolutely wonderful 谢谢大家的安排 我们下期再见 对 我们下期再见 眼督